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珮 我是主持人安娜黎 大家知道芬蘭最紅的鳥是什麼嗎? 沒錯 就是 憤怒鳥啦 在當時呢 憤怒鳥可以說是紅片的大街小巷 付出了非常多的周邊商品 還有很多遊戲喔 而且即將在最近推出全新作品 這次呢 將一回合至RPG遊戲方式來進行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特別喔 安娜我也走不及要去玩我 朋友的憤怒鳥啦 請看以下報導 知名的憤怒鳥 Angry Birds 回來了 睽違許久的憤怒鳥 終於釋出新的遊戲情報 Angry Birds Epic 與以往的憤怒鳥不同 這次將採回合制的策略為玩法 玩家將率領憤怒鳥英雄們 對抗珠珠們的史詩戰鬥 玩家可以率領憤怒鳥的經典角色組成隊伍 可以分為戰士與法師等等經典職業 並且還有內建生產系統 供玩家們利用戰鬥獲得的資源 來打造武器及裝備 目前已經在特定地區的 App Store 先行上架測試 還請玩家們敬請期待囉